在英国买房其实相比还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有律师的介入 各个环节都有专业机构专业人士的这种辅助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案例情况下 买房受骗 我们看第一个案例假房产 这种做法呢通常是骗的 提前租好一个房 然后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和房主同名的名字 然后再把这个房子拿到房产总结去卖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这个骗局是比较难发现的 因为一般的中介 他可能只会看房产证上的名字 和拿房过来卖的这个人的名字是否相符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买了这个房 你把钱打到这个卖家账户里边 追讨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说这种骗局呢 要求是有专业的律师 以及配合专业的中介 对骗局有一个提前的确认 我们总结一下第一种骗局 先租房 然后再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跟房东一样的名字 再把这套房子拿出去卖 最后捐款跑人 这种骗局呢 发生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 因为相对比较麻烦 而且都是通过电子转账到最后都是已经查出来 但是这是我们近期看到的一种比较恶劣的骗局 这是第一个假房的 第二个假账号 什么叫假账号呢 这是一种近期出现的比较多的一种诈骗手法 犯罪分子会通过某种黑客软件侵入到律师以及买房者的个人账户以及个人邮箱 在这种情况下 他伪造律师的邮件 发送给买房者 如果买房者不细心的话 会发现他收到的账号和原来的账号 律师真正的账号是不一样的 他如果按照这个骗子的邮件 把钱买房的钱最后在完成交易的时候转到骗子的账号 这种情况下是很难追回来的钱 所以说第二点要对邮件诈骗以及电子诈骗有足够的警惕 如果说账号的不一致 一定要打电话亲自和自己的律师进行再一次的确认 这是第二种骗局假账号 第三种其实不能完全说骗局了 这是一种商业纠纷 很容易产生的一种商业纠纷是什么 就像前几天说到的一个故事一个新闻 有几家人家买了一个开发商五套房子 每套房子都是一百万英镑以上 结果开发商在建房子的时候偷换面积 偷换面积把政府批准的这种规划图 偷偷的私底下改了 政府协商不果 最后的结果就是要拆除这五套房子 你说它是骗局吗 它也不完全是骗局 因为开发商也很冤枉 房子我也建了 只不过是没有按照政府的规划来建房 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于开发商的资质要求是比较高的 建议大家在买房的时候 尽量找信得过的这种开发商 明确的确定 开发的整个过程和政府的货批是相一致的 这种情况下能最大的减少自己的损失和避免进入到风险的这种情况当中 好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分享 关于在英国买房容易被骗的三种情况 第一假房子 第二假账号 第三不靠谱的开发商 欢迎关注我们的油管频道 英文大叔带给你英国二十年的生活 法律各个方面的知识分享 英文大叔你只会英文 备mesi食品 高政府的地駅 leafER 发商 Cons瓶